當然我不是因為這樣去影射蔡英文是在欺騙 我再講一遍 止棒莫若自修 今天如果有人說彭文正的論文是假的 我馬上跳出來把我的論文拿在這邊做直播 我也顧不得我刺青的沒刺完 我馬上做直播二話不說 好 我要講的是說 最簡單的方式怎麼自清呢 我認為一個人的論文被人家質疑 這在學術界上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恥辱 換成是我 我非要澄清不可 你可以說我論文寫得爛 沒有學術價值沒有關係 那見仁見智 但是我絕對不能夠容許 你說我的論文是無中生有的 或者說我的論文根本不存在 那我一定會把我的論文拿出來 這件事情用電子檔只要十秒鐘 我相信拿過博士學位的 你應該手上都有你的論文電子檔 好 那如果紙本的話呢 拿出來可能只要一分鐘 就可以昭告天下 這麼簡單的事怎麼不做呢